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哈利勒扎德率领的代表团 近期是与阿富汗塔利班的代表就美国撤军阿富汗内部对话和停火等问题进行了新一轮的谈判 双方达成了一份框架性的协议 据消息人士透露 美方代表和塔利班代表达成的共识要点 包括外国军队在签署和平协议之后18个月内撤离阿富汗 塔利班向美方承诺确保阿富汗不会受到极端组织利用 而发动针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袭击 纽约时报报道说这份框架协议需要细化为最终的协议 美方或将以美军全面撤出阿富汗 回应塔利班同意停火 并且与阿富汗政府直接谈判